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国际间的社会案件 发生了疯狂扫射 这个地点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而这个地点是在电影院 而且是在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的蝙蝠侠 第三集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的首映电影院 当时里面满满的都是人 结果电影播放到一半时 突然有枪手闯入疯狂的对观众扫射 本来在场的媒体还以为这是首映的噱头 没有想到却是真的枪击事件 现在已经知道造成了14人死亡 当中还包括小孩有50多人受伤 我们立刻连线给国际中心的吕清姨 来告诉大家这起状况的最新消息 清姨 是的主播 这起枪击案是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丹佛郊区的奥罗拉的一家戏院 在凌晨的时候 因为突然在播放这个蝙蝠侠的电影 突然发生枪击 目前我们得知是有14时50伤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戏院外面已经聚集非常大 非常多的警察 然后目前拆弹小组已经抵达现场 估计现场远近可能大概有一百多人 那根据这个目击者是说 这个电影在开演了15分钟之后 这名男子就戴着防毒面具 在这个电影所在的购物中心开枪 而且歹徒他还引爆了烟雾弹 好像还有催泪弹之类的 那目前情况非常的混乱 还不清楚 不过据了解呢 可能是疑似有两名枪手行凶 那其中一名已经被逮捕了 那到底呢 这个歹徒的行凶的动机为何呢 目前根据外电的报道呢 可能是因为买不到电影票 愤而开枪扫射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好 非常谢谢沁颖 沁颖告诉我们说 这起扫射事件 至少有两名枪手所犯下 那么在当时电影院里 满满都是人潮 还有小孩子 所以现在发现在死伤者当中 也有不少是孩子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疯狂扫射 现在传出的消息 是因为买不到电影票 真的是这样的原因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太夸张了呢 稍后在新闻当中 我们会随时问您插播 来自美国的最新报道